房价从一万八降到八千 多年继续化作一场空 昔日的发财梦如今成了笑话 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里是郑州和开封的交界绿博园片区 西边距离正东新区有二十多公里 东边距离开封的西区有三十多公里 但是呢 在这样的地方竟然分布着非常多的商品房 而且大多数房子已经是交房了 这些楼盘在2016年或者2017年时候开盘 当时可以说卖得非常的红货 就我们对面这个小区 观蓝一号 当时普通高层商品房 卖一万三左右一平方 总高八层的洋房卖一万八一平方 现如今六年时间过去了 房价怎么样呢 现如今普通高层商品房 二手房卖六千 六层的洋房卖八千一平方 洋房最小户型 一百九十多平方 可以说呢 短短六年时间 一套洋房赔了两百多万 在这个地方一套普通高层住宅 也要赔七八十万 现如今虽然说房子交房了 但是入住率真的是太低了 尤其是到了晚上更是漆黑一片 现在已经是傍晚六点四十分 家里边假如说不开灯的话会非常的暗 但是大多数楼洞仍然是没有开灯 入住率如此之低 就导致在这个地方常住非常的不方便 缺少相应的生活配套 大家看一下前方那个像商场一样的建筑 已经建成很长时间了 但是一直也没有开业 现如今来这边住的话 买东西只能去拆迁安置房那里购买 安置房那边住的人主要是本地人 有一些基本性的生活配套 像饭店超市小人所 商品房那边是没有任何配套的 不但没有任何的配套 点个外卖甚至都没有人送 但是这样的房子 当年竟然被如此之多的人看好 旁边万科的别墅 只有一百多套 当年开盘的时候 双拼别墅八百多万一套 独栋别墅两千多万一套 卖得这么贵 甚至比郑州市区的别墅卖得都要贵 但是开盘几青盘 也是让我感慨 有钱人真的是太多了 当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来这边买房呢 因为当时房价在上涨 很多人相信 郑州向东发展 开封向西发展 郑州开封一体化 两个城市像武汉三镇一样 逐渐融为一体 而且呢 市府向西 省府向东 当时这个片区利好是非常的多 大家都相信 它是下一个郑东新区 郑东新区刚开发的时候 也没什么人 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 全国十大鬼城之一 但是呢 在2017年时候 郑东新区已经是全河南省房价最高的地方 平均房价三万多一平方 大家都相信它是下一个郑东新区 而且也不愿意错过这波行情了 错过当年郑东新区从三千涨到三万 现如今呢 不愿意再错过这边了 却忽略了 房子归根到底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确实有一些郑东新区的刚需 来这边买房 但是每天通勤时间非常的长 二十多公里 开车的话 在上班高峰期需要一个小时左右 当初很多人来这边买房 就是觉得这个地方房子上涨潜力非常的大 现如今大家来这边买房呢 纯粹就是秃便宜了 毕竟越靠近郑东新区的地方越贵 那么大家觉得这样的房子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